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澳大利亚看天下节目 今天我们要挑战你们的眼球 带你们进入G-Santa和Buddy Franklin那令人惊叹的黄金海岸住宅 这座豪宅目前带售 但他们并不急于出手 因为他们在等待那个完美买家和报价 这座别墅充满了地中海风格 拥有七间卧室和八间浴室 设计和质量无可挑剔 从光线充足的内部装潢到令人惊艳的厨房 每个细节都透露出奢华和品味 这对夫妇计划在卖出这座梦幻之家后 购买一块土地 建造他们梦想中的豪华农舍 这个家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回忆和欢笑 尤其是那个可供娱乐的露台和泳池区 不过请大家记住 这座豪宅将于8月10日拍卖 除非提前售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Jason Ta和Buddy Franklin共享的黄金海岸豪宅 即将挂牌出售 这座拥有七间卧室和八间浴室的绝美住宅 在Jason Ta看来是一个真正相当神奇的家 根据悉尼晨风报的报道 这对夫妻虽然不急于出售 但一旦找到合适的买家和报价 他们便会向他们梦寐以求的新家卖进 Jason Ta在Nine的房地产团队采访中表示 我们不急于出售 这是一个特别的家 找到合适的买家和报价是关键 他和Buddy计划购买一片土地 建造一个豪华的农舍 设计精美且充满居住感的住所 这对夫妇自2016年结婚以来便开始住梦 并于2022年11月购买了这座梦幻般的别墅 Villa Casa 这座新家是由Tidal Constructions精心打造 拥有地中海风格的外观 洁白的墙面和柔和的曲线 让人一见钟情 Jason Ta说 这个家有一种只有亲身感受 才能体会到的美丽感觉 照片和视频无法完全展现 这里有大量的自然光线 结合所有的曲线 使这个家感觉非常特别 他特别强调了家中深思熟虑的设计和质量 这正是他一直所追求的 内部装潢同样不逊色 充满华丽和精致 Jason Ta经常利用这个家进行拍摄和宣传活动 去年 他为Marie Claire Australia打开了这座豪宅的大门 进行了一次光鲜亮丽的拍摄 这座宅底的亮点包括石灰抹灰墙 鱼骨纹木地板和大理石装饰 厨房更是这个家的心脏 拥有一个由白色白云石大理石 和石灰滑瓷砖制成的半月形岛台 Jason Ta回忆道 在厨房里为Toyla和Rocky做早餐 同时看着太阳从海上升起 这真是相当神奇 我们举办了许多晚宴 有一次我们在招待客人时 看到了大红色的超级月亮从海上升起 这真是太惊人了 除了厨房 这个家还配备了大管家储藏室 内有两个烤箱和一台内置咖啡机 对于招待客人时特别方便 而这个家以娱乐为主的设计 也使Jason Ta和他的家人 拥有无数美好回忆 他说 我们在新年前夕 有20位家人和朋友与我们同住 能够招待这么多人 真是太棒了 我们总是有访客和来住的人 我喜欢一个充满人的家 这很特别 豪宅的豪华设计 和对细节的关注 在主套房中尤为明显 这里有一条拱形隧道 通向更衣室和浴室 更像是一个日间水疗中心 一个圆形食浴缸 像艺术品一样展示 主卧室还有一个洗衣槽 极大的提高了便利性 这些细节使得这个住所 无疑成为了一个奢华的避风港 Jason Ta和Buddy 将于8月10日星期六上午11点 拍卖这个家 除非提前售出 Amir Prestige Group的 Amir Mian和Justin Haynes 是这个房产的上市代理 根据昆士兰州法律 代理不能为拍卖房产设定价格指导 Riddy Creek距离黄金海岸中心 约20分钟车程 这对夫妻对这个家的爱如此深厚 但他们也同样期待下一个梦想的实现 Jason Ta表示 他们已经开始构想新家 希望新住所能够结合豪华与居住感 成为一个既舒适又美观的地方 他们的梦想包括一个大农舍 充满经典风格和现代设计 成为一家人的新避风港 这座黄金海岸的豪宅 见证了他们无数美好的回忆 从家庭聚会到盛大的晚宴 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爱和温暖 Jason K说 这个家不仅仅是一个住所 它是一个充满爱和回忆的地方 我们在这里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 无论是和家人在一起 还是和朋友共度 这对夫妻无疑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和梦想 他们希望新家能够继续承载 他们的爱和回忆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变化的时代 Jason Ta和Body的故事提醒我们 无论深处和地 家庭和爱才是最重要的 这座黄金海岸的豪宅 不仅仅是一个美丽的住所 更是一个见证爱与回忆的地方 随着他们向下一个梦想迈进 我们也期待看到 他们的新家将如何继续书写他们的故事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Jason Ta Franklin和他的丈夫 Body Franklin近期将位于 黄金海岸的豪华住宅挂牌出售 这栋住宅拥有七间卧室和八间浴室 自他们于2022年11月购买后 已成为这对夫妻举办晚宴 和家庭聚会的主要场所 这座住宅以其独特的地中海风格设计 吸引了众多注意力 外观洁白 曲线柔和 拱门浪漫 这座豪宅的内部装潢 也同样引人注目 石灰墨灰墙 与古文墓地板 和大理石装饰等细节 无不显示出设计的用心 特别是厨房部分 更是住宅的亮点之一 半月形大理石倒台 和石灰滑瓷砖的组合 成为了这个家中的心脏 Jason Ta特别强调了 这里对于他和孩子们 日常生活的重要性 他提到 在厨房里为孩子们准备早餐 并在早晨 看着太阳从海上升起的时刻 是他最真实的回忆之一 住宅的娱乐设施 也非常丰富 包括一个露台 带游泳吧的美泳池 户外烧烤区和游戏室等 Jason Ta对这些娱乐空间 有着特殊的情感 尤其是在新年前夕 与家人和朋友 共同度过的时光 这些设施使得这座住宅成为了适合招待访客的理想场所 常常充满了人情味 主套房的设计也极为豪华和细致 通向更衣室和浴室的拱形隧道让人感觉 像是进入了一个日间水疗中心 圆形石浴缸 更是像艺术品一样 展示在房间中 这样的设计不仅提升了生活质量 也为居住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性 Jason Ta和Buddy 将于8月10日拍卖这座住宅 除非提前售出 Amir Prestig Group的Amir Mian和Justin Haynes 是这次房产上市的代理 根据昆士兰州的法律 代理在拍卖房产时 不能提供价格指导 Buddy Creek距离黄金海岸中心 约20分钟车程 这让这座住宅在地理位置上 也极具吸引力 Jason Ta强调 他们并不急于出售这座住宅 表示找到合适的买家和报价是关键 一旦成功出售 他们的梦想是购买一块土地 建造一个豪华的农舍 这将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 且设计精美的住所 同时也要有居住的感觉 和经典的风格 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 这座豪宅不仅在设计和装潢上 极具魅力 还满足了居住者 对于生活品质的高要求 这是由Tidal Constructions 建造的梦幻别墅Vela Casa 再次展示了 他们在高端住宅建设方面的卓越能力 无论是从功能性 还是美观性 这座住宅都无疑是一个杰出的范例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朋友 我们来看看 Jacinta 和Buddy Franklin的这座豪华别墅 这座房子真的是一个梦幻中的住所 从地中海风格的设计到华丽的内部装潢 一切都让人叹为观止 这样的住宅不仅仅是一个居住的地方 更是生活品位和品质的象征 说实话 如果我有这样的家 我也会不急于出售 毕竟找到合适的买家和报价才是最重要的 哎呀 楚天书 你说得这么天花乱坠 难道就没有看到这种豪宅 其实是一种资源浪费吗 一个七间卧室八间浴室的房子 住起来确实很豪华 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这样的房子不仅不实用 也不环保 你知道吗 根据统计 这样的豪宅每年的能源 消耗要比普通家庭高出数倍 你说这是生活品位 我看这是对资源的浪费啊 琪琪 你这魔说就有点狭隘了 Jacinta他们的房子不仅仅是家 更是一个创意和设计的展现 这种追求卓越和极致的精神 是一种值得尊重的态度 再说了 这样的豪宅也为当地的房地产市场 增加了魅力 吸引更多高端买家 间接促进了经济发展 你可别忘了 这些豪宅还常常成为电影和时尚摄影的 绝佳拍摄地点 为文化产业增光天才 楚天说 你这是给奢侈找借口呀 你说它促进经济发展 我看更多的是加剧了房价的上涨 让普通人更难以负担住房 你知道吗 澳大利亚的房价已经高得离谱 这样的豪宅只会让市场变得更加不公平 你说这是设计的展现 但是一个过度装饰的房子真的能带给人多少实际价值 不如我们把资源和创意用在更多人受益的公共项目上 这才是真正的社会进步 齐齐 你的社会正义感是值得佩服的 但我还是认为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梦想家的权利 Jacinta他们的梦想是建造一个豪华的农舍 这不仅是他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也是对自我价值的实现 再说了 他们也并不是一位豪舍 他们的设计是深思熟虑的 具有人文关怀和独特风格 就像古代的文人默克 他们一生追求浮生若梦 寻找自己的桃花源 难道这样的追求不值得尊重吗 唉 楚天说 你说的桃花源确实美好 但你忘了古人还讲究人者爱人 当我们面对资源有限的现实 更应该考虑如何让更多人受益 这些豪宅背后的奢侈 生活与普通人的艰难形成鲜明对比 这样的社会不平等只会让人心生不满 你说这是他们的梦想 但我们的梦想不应该是让每个人都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吗 再说了 就算是古人也会追求简朴生活 过度的追求物质 享受并非真正的幸福之道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哇 说到豪宅 这对名人夫妇 Jacinta和Buddy Franklin 绝对是把生活过得像王公贵族一样 他们那座位于黄金海岸的梦幻别墅 现在正等待着下一位幸运的主人 这座拥有七间卧室和八间浴室的豪宅 简直是奢华的代名词 Jacinta和Buddy可不是随便就要卖掉这个天堂般的住所 他们对找到合适的买家和报价有着很高的要求 毕竟 这不仅仅是一栋房子 还寄托了他们生活的诸多美好回忆和梦想 他们的梦想更大 更美 卖掉这座豪宅之后 他们打算购买一块土地 建造一座豪华的农舍 听起来有点像现代的城市逃亡计划 但充满了诗意和设计感 这座新的住所将由同样的建筑公司Tidal Constructions打造 这家公司正是他们现在这座别墅的设计者和建造者 看来 这对夫妻对自己的品位和设计理念十分自信 能够再次选择同一家公司实在令人敬佩 这座豪宅的内部装潢也是一绝 地中海风格的设计 白色的外观配上柔和的曲线 浪漫的拱门 让人一进门就有种置身于度假圣地的感觉 Gicent经常利用这个家进行拍摄和宣传活动 这也难怪 一个这么上进的住所 谁能抵挡其魅力呢 内部的石灰抹灰墙 鱼谷纹木地板和大理石装饰 每一处细节都透露着高雅与精致 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够轻易模仿的 当然 这个家的重头戏还在厨房 Gicent对厨房的描述简直充满了爱意 他说这里是家的心脏 白色白云石大理石和石灰滑瓷砖制成的半月形导台 不仅美观 而且实用 成了他和孩子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想到他一边为孩子们做早餐 一边看着太阳从海上升起的画面 就足以让人心生羡慕 而那个配备了两个烤箱和内置咖啡机的大管家储藏室 简直是为了招待客人粮深定制的 将豪宅的便利性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个家还特别适合娱乐 有露台 带游泳把的美泳池 户外烧烤区和游戏室 无论是家庭聚会还是朋友聚会 都可以尽情享受 Gicent最会怀念的就是这些娱乐空间 他说他喜欢一个充满人的家 这一点特别值得一提 因为在这样一个豪宅里 常常举办活动和聚会 让家充满了欢声笑语 有着不一样的温馨和充实感 最后 这座豪宅的主套房真的是奢华的顶点 拱形隧道通向更衣室和浴室 简直像一个日间水疗中心 圆形石浴缸 像艺术品一样展示 主卧室还配有洗衣槽 便利性极高 这一切都让人不禁感叹 这对夫妻真的是把生活品质提升到了极致 总之 Gicent和Buddy Franklin的这座梦幻别墅 是豪华与细节的完美结合 对于准买家来说 这不仅仅是一个住所 更是一个充满了美好回忆和无限可能的家园 希望他们能够早日找到合适的买家 实现他们的新梦想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